恭喜!王曼玉4-0横扫刘诗文夺女单冠军 小早付出斩获一贯一亚 1月23日,WTT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落下帷幕 最终王曼玉以4-0横扫刘诗文勇夺女单冠军 恭喜!刘诗文拿下女单亚军 他在本届赛事拿下混双冠军和女单亚军 付出之后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这样王曼玉在最近半年的时间里 连续在女单比赛中击败陈梦、孙颖莎和王曼玉 表现强势 第一局,虽然刘诗文上来先得一分 但很快王曼玉连得6分 以6-1反超 刘诗文在2-8落后的情况下反扑 但无奈前面落后的分差太大 王曼玉也没有给刘诗文太多的机会 以11-6拿下首局 总分1-0领先 第二局,刘诗文积极调整 他2-0开局 王曼玉的优势也逐渐体现了出来 在7-7平之后 刘诗文在前三板连续失误 王曼玉直接连得4分 以11-7拿下这一局 总分2-0领先刘诗文 第三局 刘诗文的心态有明显变化 王曼玉则是越战越勇 他以6-0开局 刘诗文连得3分 让对手被迫暂停 暂停回来之后 刘诗文继续追分 王曼玉稳定住心态 以10-6拿到局点 刘诗文挽回一个局点 王曼玉以3-0领先刘诗文 第四局 刘诗文展现出更加坚决的一面 连得4分开局 之后王曼玉追分 刘诗文进行变化 正手连续得分 6-2领先 王曼玉正手反拉得分 他不断缩小差距 9-8的时候 刘诗文被迫暂停 暂停回来之后 刘诗文的心态还是有些急 比分被扳平 这一局 王曼玉上演大逆转好戏 成功的以12-10拿下 总分4-0横扫刘诗文 勇夺女单冠军 刘诗文和王曼玉之间的关系很好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 刘诗文在混双丢冠之后 殷商退赛 是皮卡的王曼玉顶了上来 之后与孙颖莎和陈梦一起拿下了女团金牌 也就是在奥运会夺冠之后 王曼玉信心大增 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全运会 拼超和世拼赛冠军全部拿下 如今到了WTT澳门冠军赛 刘诗文和王曼玉相遇在决赛 最终更加年轻有活力的王曼玉拿下胜利 在世拼赛之后 再度夺得女单冠军 恭喜王曼玉 也恭喜刘诗文 斩获混双冠军和女单亚军